不夠大 我試過 他這塊我們會擠到這種超爆炸 沒有我不會啊你會啊 幹 殺 殺 毀 殺 毀 好各位我們今天邀請到是這個 聽說玩情侶電影 不敢說很厲害 但應該是蠻喜歡情侶電影的玩家 我當初第一代MGO我世界第七名 世界第七名 全世界就七個玩家 大概八個 沒有啊超多人 MGO真的假的 他以前是那個16bit的嗎 不是16bit啦 你說最早的嗎 最早的啊 最早是16bit的 Metal Gear還沒有Seline 他是Metal Gear 1 然後 這就是Metal Gear的王 喔我聽說 所以這一代的劇情是 回到過去1984年 回到冷戰然後去看Beat Boss的劇情 這個是那個當初歷史上 蘇聯入侵中東那時候的事情 對對對 那我們要繼續 然後蘇聯就解體了 所以你認為用PS4的搖桿玩會比較挺 可是這一代他 因為優化到PC跟Xbox上 他不是都差不多嗎 還是有差嗎 我覺得這是我個人FEEL的問題 因為我從以前 從他四代三代二代一代 我全部都是 他這都是PS獨佔的 所以他的設定 我知道 在這一代之前 全部都是要嘛是PS PS Station 或是 PS2 或是他有出那種 還有什麼 PSV啊 但是聽說被罵對不對 不會我覺得還蠻好玩 你覺得還蠻好玩 PSP的那個 那個 Peace Walker 他那個Peace Walker 我覺得做得很好 他這一代就是要引進那個 Peace Walker的系統 喔 對 就是他其實四代被 四代有好處有壞處 他好處他是劇情太完美 但他壞處就是為了他跑他的劇情 我們現在就像看那個 就像直到黎明那種 有點 就遊玩的時間 實際遊玩的時間很少 但是劇情太精彩了 我們現在才剛開始 然後我解完這個 句點我要 誒地圖按哪一個鍵 誒不誒不誒不是這個 本年地圖現在按錯 這個這個 這個 Option 我們現在要去救那個 米勒 和平米勒 米勒 米勒其實也是一個很可憐的人 那我們要去救米勒 你先不要劇透我吧 我們要救米勒我要去打這個句點 還是我要直接衝過去 你 你可以選擇 這代它是比較開放式的地圖 所以你看 它雖然有路 但旁邊有些地方 它有那個 高度圖 其實可以繞掉 你可以不用理那個點 我可以不用理這個點對不對 你可以從旁邊偷偷摸摸就爬就爬過去 但是 觀眾跟我說我前面可以盡量打 這樣可以拿到一些資源 對 沒錯 那資源有很重要嗎 因為資源就是影響到你 前中期後面的破關難度 因為我有資源 我可以研發我的科技 我的武器裝備就會比較好 那 如果 那這些資源跟你的那個基地 你有個Mutter Base Mutter Base 有個 很影響它運作的就是你的人力 就是staff 那staff呢怎麼辦 就是 掳人而屬 你就要把那些 所有你可以貪慣掉的 敵軍使命 全部裝個氣球 把它伸到肯控器 他大致上 操作跟Express差不多 對 差不多 看一下 那這個不帶耳機 好像有點危險 很危險啊 我們會聽腳步聲 所以你帶起來 我帶單邊就好 試試看 OKOK GO 我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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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這樣子悄悄的走過去之後 我如果要逼問他的情報 我是按這個R2嗎 不是 你要 因為我抓住他了嘛 我現在 假設我現在 假設他在前面 我如果從後面進去 我可以簡單示範給久妹看一次 因為我已經看到你已經有一個玩具了 這是玩具喔 它顯示stn是什麼意思 就是暈眩 這個前面這影 他昏迷有三個狀 他壓制敵人有三個狀態 那一個就是昏迷 就是現在這個狀態 對 昏迷 那一個是睡眠 那還有一個就是 他被 牙蜘蛛被 被強迫趴在地上 那時候是他醒來的狀態 所以其實他沒有死 他沒有死 他只是昏過去 我們就好好用一下 那昏過去什麼時候會醒過來啊 昏過去時間到他就醒過來 就跟你昏迷蛛321那種感覺 所以我現在把他弄醒過來對不對 我要弄醒就踩他一腳 踩他 就醒過來 然後 他就會想起來 然後我要怎麼 那你要跟我講按什麼鍵啊 就是攻擊鍵啊 攻擊鍵嘛 就把他抓起來 這個就壓住了 那你看他現在他有三個選項 一個是 應該跟Spy一樣吧 這個按下去他就掛了 欸對他有什麼顯示 是Y他沒有顯示三角形 他沒有沒有 因為他 因為是電腦微軟的 但是他實際上這些都是可以 不行啊 那我們還是要用微軟的那個玩 那你可以 這個就是 你可以壓制狀態一下 然後你按舉槍 他就可以 你就可以拿他當盾牌去設計其他人 喔 對 哇 有點猛啊 那 再來就是 你要逼問情報對不對 我們就按下這個 然後1 就可以 用右邊的類比去控制你要選擇哪個選項 那問他剩下在哪裡嗎 對 然後就 好了就放開 要按一下 要這個點一下 右邊這個類比 壓下去 往下壓 那現在因為 因為 你沒有抓到他們蘇聯的人翻譯 所以他們其實是講過我的 對不對 所以我還要抓到蘇聯翻譯 你要有一個任務就是你要去 捕獲敵軍這個語言的翻譯 所以我們要招募翻譯才能夠同聲傳譯 所以現在 他這個 我覺得做得很好 因為他 他這個 設定有圍繞他這次故事的主題就是語言 他其實開頭我講一句話就是 其實 祖國不代表是國家 語言才是你的祖國 是 對就是他這一代的 這一代的主題 核心的 所以你看你現在聽不懂他公開小 然後我們就把他弄運了 所以我們把他弄運 不能把他殺掉啊 殺他會降評價 所以盡量不能殺人就對了 對 那你 你要 你不想殺人 那你又不想他行怪 你就可以踢他一腳 然後拿槍主 他現在就變成趴著的狀態 然後這輩子都不會起來 真的假的 除非他隊友看到他 不然他就不會再起來 假如說我現在在台灣 把一個人壓制我 我到大陸去可能 過過兩時間他還拍了 真的假的 酷喔 所以如果你想省彈藥 省你的消音器的耐久度 你就用這個方法 喔 好 有點記不太出但沒關係 那 我要換這XBOX手錶了 好啊可以 不是因為他的那個指示 都是XBOX的啊 那這樣子 他現在是被壓制狀態對不對 你也可以審問他 我現在也可以審問他 你直接站在旁邊 按一下那個 動作名 就是那個 選動作的 RT嗎 這個 這個 然後你可以 你先蹲一下 蹲在他旁邊 好 然後拿槍子 然後按 我要射了喔 不要射 按那個 你就可以逼問他 對 你就可以 為什麼不能 喔快說 對 按下去 他就 呃 他是不說還是我聽不懂啊 是你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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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現在 其實你現在壓制這些人 沒什麼批用 所以你就讓他拍給你吧 他說 I don't know English 哈哈哈哈 你就讓他拍在這裡 不要理他 我們可以先走 超好笑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有個資限任務 就是讓你去回收翻譯 嗯 那我們現在就先救咪了 所以還要救咪了 我不能 我去打那個小城鎮好了 對 你可以小心點 基本上在這種過轉角的時候 我們要先看左右 沒有 這邊好像被我清完 真的假啊 太快了 真的啊 我上次 這個句點蠻簡單的 我就繼續開無雙就清完啊 我的馬在哪裡 他在這裡 30秒 阿這個 這一次 這一代 我如果 這個要不要撿 這個槍到底有沒有比較強 這是你的槍 我如果把它換成AMR4 有比較強嗎 這是 這個是你一開始 這是你自己的槍 這個是別人的槍 你撿到別人的槍了 但我覺得自己的槍最好用 因為我們看到他有帶小引擎 所以這才是我的槍 這才是你的槍 好喔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要求你 你馬 吹狗燒 在裡面 再吹一次 馬不能太靠近就對了 可以啊 他就是卡住了 他卡住了 他不會有疲勞值對不對 不會不會 馬不會 我人有會不會 人不會 這一代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人沒有疲勞值 所以其他帶是有的 跑久了會累 其他帶沒有 其他帶根本沒有跑步這個選項 真的假的 可是我覺得有跑很好啊 還可以增加這個節奏 跑步 衝刺這個動作 是在這一代新加入的東西 對 那我們如果假設我要打這句點 我先到至高處偷看他 沒錯 所以我要繞來這裡 這個我上得去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很多東西到當下 你才看到實際上地形 才可以去決定你的戰略 那你就先往那個點去吧 你可以先到 因為你在這邊嘛 你就可以先移動到這個位子 這個位置 看不到東西吧 看得到看得到 OK的 其實這種小句點 你不用馬省上的太過分了 他就是三個人在那邊 再加九了 可是這個句點 我現在打了這個句點 至少十個人 因為這個是大型的句點 他是一個村莊 所以他裡面設置的防禦是比較多 你後面會有很多支線 就是會在這邊 等一下加速是按B對不對 對 對 按那個方向 方向X X 那他點一下就好 他點一下他會衝刺 然後慢慢慢慢下來 他會慢慢慢慢 然後慢慢減弱 那你要再加快你再按一下 然後反正 馬兒跟人都沒有疲勞性 對都沒有疲勞性你就衝 BB是那個Big Boss嗎 沒錯我就是那個Big Boss 我是Big Boss 因為我 太愛 天龍之影了 所以我當初 在三四年前 我在選我那個遊戲ID的時候 我在打Big Boss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所以我要 然後到這邊 我要去偷看他 偷看他 看 有時候你在奔跑的時候小心 因為在馬路上的時候 有時候會碰到敵人的巡邏隊 對 或是巡邏隊 那巡邏隊他們就長得很像那個 你知道那個皮克敏嗎 皮克敏是誰 就是一個小外星人 然後頭上有一個像安康的燈 你永遠其實可以看到那個燈 這個 這個是鑽石 你可以撿起來它是很重要的字 這是前提的話 路上還會撿到鑽石 對啊 這也是阿富汗耶 你突然走一走 踩到石油 都沒問題啊 等一下 我先放在這裡 然後 就先 我們就先 你先 忘眼鏡我有點忘了 太多天沒有 你就先看一下他的情報 可以再拉近一點 你可以再近一點 然後 對 然後你先標記敵人 他們的位置 已經標記了 已經標記好了 那你可以就是 把敵人都標記出來還是選擇 你看他們 當他們的陣型 就是 他們的防守 在陣型出現漏洞的時候 你可以看你要先把 被孤立的那個人解決掉 像你看我們現在左邊那個人被孤立 哼 所以我從那邊繞過去 我們可以 你可以用麻醉槍 你也可以靠近 哼 那我是建議你先用麻醉槍 先把左邊那個人弄死 對 不能讓他睡著 我從左邊然後射他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進攻地點 這個地方可以射喔 對 所以我現在手上拿就拿對槍 你現在是 你先把萬人進去拿 好 然後舉槍 瞄準 瞄準他的頭 我可不可以這麼硬啊 他可以放大嗎 嗯不行 按三角形 按這個歪 我在玩的時候他們說 有一個那個 第一人稱模式是要怎麼進去 按這個 可是按了沒有 按這個這個 這個第一人稱模式 這樣射得到 可以可以 啊這樣射到他們知道我在這裡嗎 嗯他們不知道 因為你麻醉槍有消音器 那我 這邊有一個SUP 欸不行不行 他那個走過去對不對 我要等他 哼哼 我要等他那個吧 那你現在看到畫面上 其實右邊又有一個人 他會被孤立 沒有右邊那個 你剛剛沒有標擊倒的 所以你在前期偵查 如果我沒有做好的話 很可能就突然就出發警報 因為有可能一個兩個人躲在很久 那你現在不要到他 你就拉緊再拉緊 就不要到就好了 你現在就確定他的位子 好囉 那其實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這一行其實蠻不分散的 那你可以先從最邊邊或者是在暗處的人先去處理掉 對射他 那這個是 靠 有射到有射到 可是他沒有麻醉啊 因為麻醉槍 麻醉槍他 他又不是打大象的 他是隊伍人他要時間發酵 他還要等喔 我還要等他 他才會倒下來 你看牙醫那個麻醉針打進去 他應該是我不用再打到 我不用再打了嗎 要看情況 你要聽聲音 因為 因為我現在聽不到聲音 麻醉槍打在人身上有兩個聲音 一個是 然後一個是 有種 一個是打在肉上 一個是打在衣服上 那如果他有穿防彈衣 那麻醉槍不會發揮效率 有有有要射久 對 他的隊友會不會被嚇到 沒有他倒地的時候他就看到 那時候再給他一槍 一槍不夠兩槍 會比較快發揮作用 打在頭上的話是直接麻 打在頭上是直接水 這個要對他的頭 超難的 他是不是看到我了 沒有沒有沒有 他看到他 他看到他睡著了 那你要在他 去救那個人之前把他弄醒 不然他把那個人叫錢 然後他睡著了 好這邊也要睡著了 對 毛利小五郎屬性 沒錯 我還把你弄到睡著 欸可是這個彈藥會不會很難撿 補補起啊 你可以叫自己的那個 母基地去空頭補給 然後我等一下 你先讓他們睡著以後 我來教你怎麼補給 沒有嗎 那如果太遠的話 那可以選擇把距離拉近 你可以移動你的位子 好 反正他已經那個了 那你在暗處的話 基本上很難被發現 所以你其實可以蹲著走 那你也可以把第一人稱模式解除掉 然後睡著 那你看 那當你確定把所有 整個距點的人都壓制 他就會出現 什麼距點壓制 獎勵 所以這個就有獎勵 那是因為我現在不懂鱷魚 我現在問他也沒有用 沒有用對 那你又不想他們醒來 觸發警報 那你可以把他踢醒來 就像我剛剛那樣 一個一個全部壓制 對 你兩個人只要是被壓制的人 他們就不會互相幫忙 所以我現在踢他一下 然後瞄準他 對 踢他一下瞄準他 然後瞄準他 他就爬好了 然後他就再也不會動 他就再也不會起來 那你就可以把每個人都讓他們爬起來 然後就會形成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沒有人敢去幫其他人 然後我們要把他排成一排 對 你可以把他排成一排 然後他們就會 明明那個人在旁邊 我可以幫他 他們就不會幫 有夠弱 不行我要精一點 你可以把每個人都排在一起 可是我這樣會踢錯人 會會踢錯人 所以不要太緊 你可以排那個人行武功 不要擋喔 你不要擋喔 打你肛門喔 然後你再這樣不要理他 他們就會這樣子 全部爬 哇這個消耗玩喔 很多惡搞屬性 這遊戲就是惡搞啊 他當初一二三代 他的代表作品就是紫箱跟A書 紫箱 你又代表是什麼 紫箱 那個tumball 我知道 我知道我看到別人有拿到 對還有A書 A書 這是Playboy Playboy的效果就是放在地上 我會把它彈開放在地上 然後敵人士兵巡邏 如果Playboy進到他的事件範圍 他發現他就蹲在那邊一直喊 對 然後他頭上就出現那個愛心感 這時候你就可以對他嚇手 你就算有跑步的進化 發現他也不會起來 這很弱智欸 那這一代他已經 那這一代換成就是 他那個美女的圖片 是放在那個紫箱上 你可以把紫箱 的圖案改成美女圖案 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站在那個人前面 那那個人就會被你吸引 他就這樣一直看著 那就可以揍他 欸我如果馬上踢他 阿布馬上壓制他 他會跟我打嗎 他會跟你打他會慢慢站起來 他會跟你打 好啦那這邊都壓制 阿我這個據點應該有東西可以拿 有有桌上那些箱子 這個是錄音帶 錄音帶 就是可以聽劇情的嗎 沒有沒有不是他是 阿對有劇情有音樂 有音樂 他就是音樂你可以放在你的直升機上 你直升機降落的時候就會有音樂 這個已經滿了所以就不能拿 對沒錯 那我就要往下一個據點走 對我們就往下一個地方走 這個可以往很遠的地方打 可以超遠 但是你現在不要射 你現在射如果爆炸的話 會驚醒到他們 其他的可能 其他據點的守軍 或者是有人巡邏 了解了解 感謝康門 0705 感謝訂閱 新乾爹 感謝訂閱 那我們現在就往上走 是不是因為你來他才訂閱 走這邊應該 應該是喔 我覺得以後你應該會常常找我來 所以我要跟你 我要分你錢就對了 對然後以後這個 酒妹就可以不用住 就可以搬出去 我住這裡很好喔 你應該是我第一次邀請 跟我會騎在我家上實況的人 真的 好感動喔 我現在好像很清酒妹 是不是 運動一下 最近去連派對都沒有運動到 好我們來看到這邊 我們來這邊爬上去 不是他沒有疲勞指數 那我用爬的就好啦 你可以用跑的 但是跑的還是比媽跑的慢 喔 你這個爬不上去對不對 爬不上去 所以這樣子 我看一下 這樣我要怎麼過去 他這邊有路 你可以從旁邊過來 我要從這裡過來 沒有沒有沒有 你往左邊走 然後他這邊可以切進去 我們剛剛看地圖上 他這邊有一條路是往內 他跳是哪一個鍵 他沒有跳 對我記得他只有撲倒 就方塊 X 撲倒 對就這樣 請問這點他從以前到現在 都沒有跳這個選項 好像是因為遊戲裡面有跳 會容易有bug 對而且 而且他的那個前行的 方式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他只有翻越 然後跳 又或者是我到邊邊 我有個指令 我可以跳過去 還有翻滾 其實光那個 其實他這一代翻滾有做改變 我跑到一半要怎麼翻滾 你就跑 就按翻滾 他這一代就飛撲 他沒有翻滾 喔他沒有飛撲 他是 他以前那個翻滾 光那個翻滾因為距離太長 是 然後其實他是屬於滯空的狀況下 其實那個翻滾就出現很多奇怪的環保 喔懂你 就是有點畫面很有趣對不對 畫面很有趣 像 翻滾他撞到人的時候 會 那個人會 受傷 他的那個 其實前龍之影他有 可以偷看嗎 可以偷看 前龍之影他一直有 他的每個角色都有兩條 生命值 一個是暈眩值 一種是 一種是那個 意識力啊 那一種就是他的生命 HP就是血量 那意識力就會被麻醉槍 或者是打擊的招式 閃光彈之類的 減少 那減少到0我就會昏迷 那血量的話就直接死 那以前前龍之影他那個 他的翻滾 撞到敵人士兵 會扣他的意識力 喔 所以以前打王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們用翻滾在打王 一直在撞 對那個畫面很奇怪 欸我問你喔 像我剛剛在那個基地啊 有看到這種雷打 我要怎麼樣 切掉他的雷打 或是拿他的雷打 手榴彈 用手榴彈喔 所以我沒辦法 我用槍打不爆 打不爆 用手榴彈一定要爆炸雷 我這邊是不是太遠了啊 可以再拉近一點 可是我已經拉到最近 那就太遠了 那你就可能再靠近 或是我 會有那個遮蔽 所以其實我也要從側翼看一下 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抓的人沒有翻譯 他也沒辦法把我把位置指出來 這是蘇聯的國旗 對蘇聯 所以他不是架空歷史 他是直接 他是用實際上的現實 然後瓶琴世界 他在上一代 就是Peacewalker的那個時間點 其實就是古巴維基 還有就是 再更早的就是 三代 前衛電影三 他就是 那時候主角就是Big Boss 他那時候還不是Big Boss 他叫Nexus Nexus Nag 他那個時候其實 所以有的 所以在前幾代 Big Boss 這個羊可以殺嗎 可以 殺了會不會驚動他們 殺了你會觸怒動寶主子 我不是開玩笑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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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弱智 所以你通常碰到這種動物 你就 你要麻醉他 然後用氣球 把他回收保護起來 氣球要怎麼用 我現在沒有氣球了 因為你在一開始 你還沒辦法有氣球 你到時候會有 所以我殺癢 可以拿到資源嗎 就是那個 那個動寶組織會 會給你錢 會付你錢 所以動物盡量不要 就能回收就回收 賺錢 賺錢 你看一下 可是這邊沒有自高處耶 沒有自高處 你就可以選擇 從一些低處看一下 低處其實也可以 低處其實也可以 低處其實你角度對 你不管 你不一定要高處 你只要角度對 你就有辦法偵察 這是他們的路耶 他們會不會有巡邏隊 會會有巡邏隊 我們剛剛其實有看到卡車 所以你要稍微聽一下聲音 卡車接近的時候其實很大聲 你可以聽得到 你就趕快在草叢趴下 像這樣 這樣他們就不一定看得到 對他們不一定看得到 這邊有一個 先觀察有幾個重點 先看探照燈 因為探照燈 大概十個裡面有九個人會有人用 我現在就把他麻醉掉對不對 太遠了 現在太遠了 我覺得很遠了 他這有標記 他哪裡有 你放開放開 你看這個夠 這個 這個你打得到嗎 167不是 狙擊槍不是夠到兩公里嗎 可是你這是小手槍嗎 他這一帶有彈道 他那個 太遠會垂下來 所以 超出你射程的 我就算彈道就好 高端玩家 武器他有他的射程在 現實中也是 他只要超過射程 你不管舉多高 一定 一定失敗 那會驚動他嗎 會 喔好吧那不要亂射 這邊 所以你說 通常這個 照明燈的先看 一定會有 通常會有人 對通常會有人 然後那個監視塔樓也先看 通常他們也會有人 所以正常的時候 我不要從這個道 正面道路走過去很容易 如果現在沒有人的話你可以走 還是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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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是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有人的話你趕快翻牆 翻牆去就對了 喔好喔 那今天你可以看那個是植物 這個是野生的植物 後面後面後面 植物可以採嗎 可以採 他是你做麻醉蛋 然後一些 他會有一點發亮就對了 對 醫療資源的東西都要靠他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長的比較不一樣就對了 對他都會發亮 這可以拿 我要從邊邊這樣 繞進去 對你可以繞進去 然後通常我是建議 當你靠近敵人距離 基本上是半蹲在走路 不要跑 不要跑 因為跑這個大老遠 大概可能五六七八十公尺會看到你 所以我現在可以又射 我現在可以把他鞠掉了 可以可以 但是我覺得你不需要 因為他不會移動 他是使用探照燈的 所以你只要不驚動 在附近發出大量的聲響 驚動他的話 他是不會離開那個位置 你可以選擇就繞過去 可是這樣繞過去 我會 我會沒有安全感 這是高端的潛行技巧 高端的潛行技巧 你居然在我面前講高端 可惡啊 這是高端的潛行技巧 你要不要挑戰看看 靠我嗎高端 蛤 蛤 哥又來挑戰 我一個都不要驚動 然後把米勒救出來 沒錯 有可能 我問我在玩這邊的時候 我一發拿這段我都沒用 胡爛 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 我現在全評價是S 幹 你人生可不可以不要那麼窄啊 啊我就是老手嘛 可能玩個兩三天就可以死了 這沒辦法 我這 我現在怎麼過去啊 想辦法 想辦法 然後 然後 那個就是 那你現在在按出 你看那個就是跑 被看到 那怎麼辦 被發現了 那怎麼辦 就被發現了 那他會 全世界都知道你在這 幹全世界都知道你在這 我可不可以重來啊 可以啊可以按10大劍 在哪裡 我不知道 這是X4的搖桿 你比較熟啊 這10大劍對不對 就是這個 然後按檢查點 他就回到上面檢查點 哥還不來SSL 對 這樣就驚動了 怎麼那麼容易就驚動啊 沒有辦法啊 你可能久妹的體型比較 屁勒 可能 可能就是走路的時候 地板會震動 屁勒 咚咚咚咚 你看看後面的草 有沒有 他檢查點是怎麼判斷的 檢查點就是 你看看角 有一個黃色的存檢 那我可以隨時強迫他存檔嗎 不行不行 他可能 他檢查點觸發有兩個 也有幾個條件 可能就是我劇情到某個點 可能就是我剛進某個基地的範圍內 他就會幫你 save 但你只要 但你只要 回到檢查點一次 你的那個評價會 稍微下降一點 喔 所以他你一直SL 是不行的 羅德大法在這一代沒有用 蛤 但以前我們在玩的時候 有時候他有一個成就 就是零觸發集結 然後零殺傷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我們破完整款前面 三代四代我們手上都只拿一把小刀 你人生好空虛欸 欸小刀可以把王幹掉喔 可以 有些王 有些王不在那個評價範圍內 有些王一定要用火箭筒 但是 有些王你可以 刺手空拳把他打死 欸你說 等一下你說第一人車是什麼 歪還是 這個這個 喔 那我要射他囉 然後你射 這就中了 這就中了 因為你現在這個 前面 還有你前面 敵人不會穿防彈衣 到之後有些人會穿防彈衣 你就一定要打他裸露出來的部分 像手啊 所以我就要靠更近 對 或者是你可以很遠 命中他的手或腳 或是直接命中頭部 感謝 Area 1017 感謝訂閱新乾爹 謝謝謝謝 請支持 等一下這個是我剛剛打的 他怎麼還沒有睡著啊 他是快睡著了嗎 快睡著了 他在咬嘛 他可能看藥性比較強 你要等一下 每個人體質不一樣好不好 睡著睡著 對嗎 OK 那就睡著了 他還要換鋼喔 靠杯 沒有沒有 這個就是敵人手 敵人手會換鋼 其實他這個中文翻譯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看日文的 你是看日文的嗎 你是玩PS版的嗎 我電腦版的啊 我沒有漢話 我不需要漢話 我知道 但是 那你不會發現吧 不會不會 你在草叢裡面 不要太近 這種通常都是一公尺的 他就會把 你可以 給他一槍 打在頭上 一槍沒有 再給第二槍 GOGOGO 趴著趴著他沒看到 他沒看見 好睡著 危機就這樣解決 那我上去 你可以把他們兩個人壓在上面 我在上去壓他們 對 其實 一開始 就是 很容易發現 對 那怎麼辦 欸 右邊 剛剛往右看 他有敵人的方向的 我知道 當你被發現進入慢動作 你可以快速的 就是舉槍把那個 發現敵人嗎 這個 喔 好來不及了啦 那就只能checkpoint Rubin不想這樣 那就要開 要開無雙了 對 你只能再開無雙 沒關係啊 大家一開始都開無雙了 我也有那個時期的啊 對啊 你可能在低端的時候就是 常常會發生這種事嘛 可能 為什麼不能秒啊 欸 因為你這個 還擋住了就對了 假如說我現在哪一把槍啊 我這樣子我會不會開槍 欸他會不會打我啊 射他射他 不要 出來 出來 靠 你把他啊 啊 完了完了這死掉會怎麼樣啊 死掉就死掉啊 死掉就回那個checkpoint 這不是說好的制高點欸 我跟你講 制高點 因為他在高處 你很容易被發現 你很容易看見 當你在虧死 你剛剛怎麼沒有 你剛剛怎麼沒有警告我啊 我以為九妹懂這個道理啊 搞完不是嗎 啊 受夠你囉 你可以揍他 你可以揍他 欸 給我一個近戰搏擊 啊要死了要死了 我要衝出去啊 你可以衝出去 現在受傷不能跑 是不是 受傷可以跑 那你要恢復生命就是不能動 你不能動他就會慢慢恢復 躲起來 以前以前前幾代他其實是有生命直線 他這個有自動瞄準對不對 你用搖桿的時候他會有瞄準輔準 哼 靠靠靠靠 不要再打囉 你們這些人 因為你現在位置在發現 他們知道你在這個牆後面 啊我 啊我躲得夠久的話 躲得夠久他警告這個解決 就會解決 但是他們還是會在警戒狀態 還是會警戒狀態 回不去了 因為你已經出現在這邊了 他們就是 他們可能會回到他們巡弩的位置 但他們的反應會提高 太難了吧 有爆炸爆炸 那你受到傷害的次數增加 你那個評價還會講什麼 我就不管評價了喔 不管評價了喔 評價都是一些宅男在拿喔 我們沒有在拿評價的喔 高丸都不拿評價就對了 高丸是享受遊戲 享受這個世界 好嗎不要玩自己 啊那個就是 剛剛我說的破機套 靠他在打我 他在打你 哥逼BOSS你來打我 蛤 請你吃大便 喔喔喔喔喔喔 那就是破機套 你剛剛說那個可不可以射 就是那個 我落跑落跑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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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概什麼 我去對岸打他 我去對岸打他 打不過然後潛逃對岸對不對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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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開開開開 喔喔喔喔 射 這樣射得到嗎 射得到 就是討厭個人 機槍射得到對不對 你這個槍也射得到 討厭個人技巧 唉呀我這個個人技巧 那不用多說喔 呃 來加油加油 呃這個 槍管歪了 槍管槍的問題 槍管槍的問題 因為我們一開始 所以這個槍比較爛 對 這次槍本身是比較爛 不錯喔 對啊 都附和我不錯喔 沒辦法 因為旁邊是高丸 開玩笑 高丸 在我們這些地段玩家 沒辦法 這個八公斤高丸 壓都壓死你喔 你確定你只有八公斤嗎 唉唷這個偷打他 阿他在丟哪裡阿 對面比我還雷欸 OK的啦 好啦解決了 OK的 還有嗎 應該還有 剛剛他有看到 如果沒有他會出 你們來看有人爬上去了 爬上去了 弄死阿 那上面有沒有看到那個就是天線寶寶 有沒有看到頭上有個發光的燈 沒有沒有 打掉了吧 沒有沒有他會站起來 給他死 幫他下盤 他在瞄哪裡阿 我快笑死 因為他現在 因為你太遠了 他不知道你會 如果上去我不阻止他 他要兩個睡著叫起來 他發現我了 靠北阿 左邊怎麼會有人 他們會出來抓你阿 哇那麼聰明喔 還會出來抓我 他們會出來抓你 然後其他據點的人 也會從路上趕過來 還會趕過來喔 對 那你再撐久一點 可能戰車就來了 還有戰車 有有戰車 靠北阿 我從另外一邊到 我從另外一邊到 沒事沒事沒事 OK 阿森木希 我現在看著久妹 我還想到我年輕的時候 你年輕的時候 我怎麼記得你比我年輕阿 我可不可以拿這個機槍回頭打 可以可以可以 沒問題 這是防空炮超強的 好喔 Somebody We'll get her 我可以轉回去他們家阿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是轉360度 他人呢 我先把他的那個 你可以打掉他那個 偵察的 偵察的 偵察的在哪裡阿 恩 是天線 但是這裡找都應該是看不到的 對 那是燈燈燈 燈燈燈打不爆阿 打得爆阿 他只是把那個燈 燈炮打壞了 我把蘇聯的國旗打爆了 他們會不會震怒阿 你試試看 我還沒試過這種 這麼缺德的事情 這種缺德是不會 你要挑釁他們阿 侮辱別人 欸你在槍 欸小仙人槍管會過熱喔 工人 要先攻心 你知道阿 不管對女人或對男人 在別人面前行踩他鬼 為什麼我聲望一直下降阿 因為 因為你被發現他 可是我這麼man不會有一個什麼 man的一個加成嗎 異雄杜的話他是 你 他是你潛行 然後壓制別人的時候 完全沒被發現 你異雄杜就會上升 不管阿不管阿 我要去救米勒了喔 不玩阿 殺了殺了他 割一個點發 欸欸欸欸 他在換子彈了 爛 喔 出來 射他手臂 射他膝蓋 啊啊啊啊啊 沒辦法當冒險者 啊啊啊 膝蓋中間我還不去壓制你 呃 打牆壁踢到 對 踢這一腳 然後就 真的沒事了 阿哈哈哈哈 好爽阿 你知道在一二三代的時候 只要擊中胯下 不管是什麼都是一擊地上 所以他跟頭部是一樣的 對他是 這遊戲真的很惡搞阿 他是男人的第二個頭 你的確也是 可能比第一個頭更重要 對更重要 對 我如果要失去一個頭 我可能會選擇上面的頭 而且最好笑的是在 在每一代 他們有一個就是 欸靠靠靠靠靠 還有欸 我還不踢你 喔靠還有 亂喔 靠靠靠靠 有不少人在守阿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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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警告你不要亂阿 你死了你還踢他 要死了阿 真的死了 這還沒死了 還在掙扎 給你一個痛快 轉過來 屁股痛快 嗚呼 這遊戲好玩欸 這遊戲可是3A級的 大家都不是開玩笑 欸我要搜刮資源 欸米樂就在旁邊 不管喔 才不要管米樂欸 說米樂 這不是你的目標 要不是主席任務 叫我來這裡 你以為我想救他 你也可以想把他打掉 我可以把他打掉 阿把他打會怎麼樣 就死阿 任務就GG了 任務就GG了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看劇情的喔 這邊還有東西可以拿 沒有沒有沒有 阿米樂咧 米樂在裡面的房間 不是這個房間 不是房間 前面左轉 喔米樂欸 對 我真的可以打他 我可以踢他會不會死阿 踢他不會死 你會被罵 我會被他罵阿 你會被另外一個罵 另外一個是誰 這不是那個三貓 你會被偶斯特罵 阿踢很多下會不會死阿 不會死阿 哈哈哈哈 嗚呼 嗚呼 米樂嘛 蛤 阿米樂嘛 米樂嘛 米樂嘛 好啦好啦就他就他 按B 看劇情 所以米樂聽說是我們忠實的戰友 為什麼他叫和平米樂阿 是因為他很和平嗎 欸長得跟我也太像了吧 他就那個髮型 對阿 那個時候那個髮型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已經設定了 所以他最新一代髮型還是要維持 對阿 因為他是其實是最早一代那個 Solid的那個 他那個Snake的教官 哼 他算是他是我的教官喔 他不是 他是那個之後一個Solid Snake 但是在備份上面 Boss跟他是平本的備份 但那個我剛剛講的Solid Snake是一代的 那是用他的基因 做出來的兒子 所以他這個 那時候 那時候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是同一個基因 對 那不是他不是他 他跟一代 二代 四代的主角 混合生出來的 喔好帥喔 為什麼那個雷捧的眼鏡阿 我也想要 這是一個男男的劇情嗎 有一點 完蛋了我怎麼這樣帶你進來 我 不不不不 你走開 你走開 墨鏡才是本體 所以我們現在就救到他了 米勒其實是蠻可憐的一個人 真的喔 可以把他帶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他帶回家 可以帶回家 靠阿斯敏你還要我惹 我怎麼把他帶回家 靠外面都有惹 你要想要躲過敵人的偵察 你要想要前後 你不要把米勒丟出去喔 阿 阿 我快笑死 阿 我是想攻擊 結果就把米勒丟出去 我怎麼知道 米勒你撐著喔 米勒撐著 來 揍他 等他們一個一個過來阿 沒有應該是沒了 趕快趁現在有空檔就趕快衝 你了不起就 我教你一招 你等一下先把米勒扛起來 然後如果前面有人 就把米勒丟到那個人那邊 米勒會被死阿 那個人會被米勒砸昏 米勒就是一個武器 好 哥 我們去把米勒打武器喔 對他就是你的武器 米勒我們回家了米勒 米勒 We are coming home Go home 沒有人阿 沒有人應該被你撐 等一下應該會有 好 LT就可以丟出去嘛 你直接攻擊就丟出去 你丟他 丟他 沒丟到 撐起來再丟 再丟再丟 米勒撐著喔 不能死喔 很重要阿你 有有有 上面上面有一個 瞄準他 直接正面面對他 然後丟 先不要瞄準 不要瞄準 直接丟 有沒有 OK 你給我把他踢行再打 OK好 壓制 沒有人再踢 他現在昏了沒關係 算了 麻醉槍換到麻醉槍 沒關係他現在就睡著 他這個大概十分鐘不會醒 我們把米勒拿走 我們把米勒拿走 米勒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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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對決 米勒正面對決 好弱智的遊戲 你看他來了 等一下直接他 米勒丟他 你可以助跑 助跑就丟他 被米勒丟到身為 如果他是潛龍電影的粉絲 他應該會覺得很光榮 應該很開心 來了 你不要動喔 喂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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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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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這樣還是可以打 可是這樣只能拿麻醉槍是不是 對這樣只能拿手槍沒有 啊我只有麻醉槍沒有其他那個喔 你現在這個狀態只能 欸你小心腳步是不是去掉 哥哥哥來啊我先把米倫丟掉了 你沒看到 你不要再這樣玩米倫 你可以換槍換槍 我被米倫卡住是不是 米倫你不要亂 我覺得你還是把他丟出來 夠了夠了你幹嘛揍他 我還被米倫卡住 米倫還卡我 等一下過來等他過來等他過來我再 我再搬你 算算算 我覺得他他做的武器是一個蠻好的 米倫手啊 芭拉芭拉 你不要往這邊面前 好好好 這邊是圓形的嗎 好好好米倫撐住喔 如果真的不行 我就把你的左腳右腳也砍斷 這樣我跑比較快 已經少兩個了 變人棍 米倫表示我被關著 生存率好像比較高 快快快快 看在往日的情分你倒是說說 就是情緣電影跟經典的 對你久等了 但是因為最近 但是英文版應該也是很經典的吧 英文版的我沒聽過 日文版就是說 我要在這個點等到直升機下來 直升機已經在了 所以是準備降落 這個直升機大概是 記這些主角外戲份最多 因為他後面會做很多 他可以做很多工作 他可以幫你做很多工作 來了來了來了 然後就進劇情 在進劇情 我一個高端跑跑就贏了 你那個有少一手一腳嗎 只有少一手嗎 少一手一腳 好 各位跟大家宣傳一下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這個潛容疊癮的自身玩家 BBOSS喔 大家好大家好 雖然我是新海在平 但是我是前面 所以今天是請BOSS 來教我們玩BOSS 沒錯 這三隻是什麼 殭屍 骷髏 骷髏部隊 因為我後來玩 因為我第一次玩前面 才發現他裡面很多科幻的元素 所以這個是什麼組織 就是一個組織叫Cyfar Cyfar Cyfar他是 他是在 他算是這一代出現的一個組織 就是 所以這一代才有的 這一代才明確出現在這裡 所以之前出現 沒有很隱晦 沒有名字 對 他沒有像這樣子表現那麼豐富 但可能會出現他的名字 但是不會像這樣 直接跟他們交轉 那Cyfar就是 靠北 阿我現在怎麼辦 阿 死神機不是要載我 沒有因為 因為這個骷髏部隊 他們那個出現會 霧 所以你無法降落 對 那你可以把米勒放在馬上 阿然後呢 你在上馬 然後你也可以衝過去 我要衝過去 我騎的馬衝過去 靠北 阿我要承操陣狀要衝過去喔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阿 你試試看阿 他為什麼 他又變成PS4的劍了啦 我到底要怎麼加速 按那個 你試試看阿 你試試看阿 我靠咧 怎麼辦 我長得也太噁了吧 這座背有點像耶 而且他還可以 對 無中生有變出一隻槍喔 阿我現在是死定了是不是 沒有 你去跑 逃就對了 不打了不打了 不錄了不錄了 可是趕時間阿 手段玩家不會浪費時間在這裡 你知道嗎 欸你真的不會摔下來欸 他不會超猛 阿神 哇靠 走開 走開 猴子阿這個是 欸怎麼辦 三十幾公司他在另外一邊喔 你要跑過去 好好好 阿卡丁 幹嘛幹嘛 你這超猛 你這是不是有些球 你這 不會卡在上面阿 他可能肚子有裝磁鐵 他是不是某些小頭卡在上面 我要上去囉 沒有沒有 往前跑往前跑 不是往前嗎 不是要上去嗎 沒有沒有要上去 你要跟著圓形 我看錯了 我以為是要跟方塊 不是跟著圓形 方塊是你自己標的 而且你已經標到H 我現在搞不懂為什麼 所以我莫名只要標到H 對不對 高端是需要標很多東西的阿 好啦好啦 阿沒有追了是不是 你已經逃出他們的範圍了 我想下來撿那個藥草 沒關係 現在不用撿 你可以之後請著那個 路下去幫忙 或有人幫忙撿就對了 就是有 就像手機遊戲一樣 他們會去搜集東西 我聽說有課金的成分在裡面 有阿有 聽說被罵阿 對阿我覺得 該罵 該罵 Fuck you Konami 對然後每一任務就跳音 還是很誠實的把它解完阿 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樣 你要下嘛 因為直升機下面如果有這種類似的馬 或是進去 所以我要把馬騎走嗎 你要把馬騎到旁邊 然後再把米勒拿下來 好麻煩喔 米勒你可不可以自己下來用走的阿 你看他那個左腳 你好意思講這種話 他左腳怎麼了 他沒有腳阿 阿沒有腳欸 對啊 沒有腳要了不起喔 蛤 殘障了不起阿 摔你 你不知道殘障車位比較大嗎 亂停要被罵 所以我們有殘障 保留殘障車位 對 來來來來上隊機 把他丟上去 好啦 米勒我們要回家啦 米勒 就一個英勇的救你 我身上都是血 我現在按彎是不是會GG 你按彎已經跳下去了 阿可是他不會自動開嗎 會阿他要死 阿我現在掉下去會不會死掉 會阿 會阿 不會阿你跳不下去阿 但只能丟掉下去 我還有機槍欸 你看那個 米勒外號 會被射擊 打我哈 這個是在緊急狀況的時候用 因為有時候你在 逃的時候 敵人真的後面堆進去 你就用 你繼續用隔壁機器 要把他們幹掉 好我們到達基地了 C評價是不是很高的意思阿 還蠻高的阿 對阿OK阿 阿小G是什麼意思阿 小G就Rookie嘛 Rookie 所以如果你玩S 你可以拿到老鷹嗎 我可以拿到章魚 章魚 Optobus 章魚很像宅男的評價耶 章魚他是在 八隻手 章魚其實 猥褻 觸手 對沒錯 黏翼 欸你講到黏翼 世代他有一個王 他就是 穿那個章魚裝 然後是個女神超正 C蠻高的吧 我上次是拿A啦 喔對 這個是數字越多越高 他可能是越後面 Z蠻 拿到Z評價就是超強的 所以拿到 所以我們要拿到Z評價 Z蠻之後還Alpha Fan 哥的一個評價 開玩笑 OK的啦 高玩欸 啊 該死我了